中國丹霞列自然遺產 繼河南嵩山少林寺天地之中歷史建築群 前日獲聯合國世維大會通過列入世界遺產名錄後, 以廣東丹霞山為首的六處中國丹霞自然地貿景觀, 昨日也成功身為,成為中國第四十個世界遺產, 也是首個以中國名義為名的世維項目。 丹霞地貌是三十年代以丹霞山為代表命名的地貌類型, 有一種內陸盤地沉積的紅色岩層, 力經流水侵蝕,構成紅色山塊。 丹霞地貌的最大特色是頂坪和糾竅的荒山, 還有石牆、石峰、石柱等奇險的地貌形態。 其實中國的丹霞地貌多達幾百處分佈在多個省區。 2006年,國家建設部確定將廣東丹霞山、湖南根山、福建泰寧、 貴州赤水、江西龍虎山和浙江江郎山六處以中國丹霞之名捆綁身為。 其中以廣東丹霞山面積最大、類型最齊全、形態最豐富、風景最優美。 其中被指示男女性器官的陽元石和陰元石, 還是鎮山之寶,每年都有很多人來這裡結婚, 杜蜜月以至球仔等。 有全安全套大王杜雷斯也想用這兩塊石代言, 但被當局拒絕。 關鍵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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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瞭